佛法帮助一切众生 四种缘里面 只为一切众生做正上缘而已 这个要懂得 四个条件 本身具备三个 佛菩萨帮助只是一个 正上缘 我们自己要有轻因缘 要有所缘缘 要有无间缘 轻因缘种子 佛种 这个种子 就是往生净土第一个因素 我们有没有呢 有 不能说没有 你听到阿弥陀佛经 无量寿经 生欢喜心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能够生静养心 表示 你有种子 你有善根 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反过来 反过来 你有一个强烈的烦恼的念头 你的烦恼不能克服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痴慢 你这个念头太浓了 太重了 学教 念佛 这个念头很不弱 你这一生成功的希望 不大 有没有救呢 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 总在语言不同 善导大师 这句话说得好啊 不是说 你没救了 没救就绝望了 不是这个说法了 总在语言不同 换一句话说 还有救 只要语言殊胜 语言是什么呢 善知识 第一个愿啊 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 就是善知识 这是第一期的 天天要念 天天要讲 单单念不行 单单念说 不知道怎么学 天天要讲 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欢喜将近 这个愿 这个愿 殊胜 这个愿好 为什么呢 每一讲一遍 自己的智慧境界向上提升一层 我想 每一个讲经的同学 都会有这个经验 天天都在讲经 你决定 能够体会到 你一年 一年的境界不一样 这就在进步 一月一月 一月一月的境界不一样 你的烦恼 习气 逐渐逐渐 不必 作义 去断它了 自自然然 就化解了 为什么呢 定会先前 在现代 我们一般讲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用这个方法 非常有效 不肯发心讲经 怕讲经 难了 这就很难了 那你必须用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方法也很多 最重要的是要你能放下 你能够使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力 放下贪嗔识 全心全力 为别人服 帮助别人 这样行 也能够逐渐逐渐 做到烦恼 寝智慧感 这从拨外 或者两条路 两条路都不肯走 那就难了 那就是 李宾南老居士常讲的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你就属于 少的那一类了 这个 多的那一类了 真肯干了 懂的方法 小的怎么去干 决定没有回头 决定没有退苏 这是念佛 真正往生 少的那几个人 你就在其中了 不肯发心 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 你怎么会有成就 古道德常讲 这个法门是义行道 义也不是那么容易 义是跟其他法门 比较起来容易 其实还是不容易 你不能够控制烦恼 不能够降服烦恼 这个方法就是 不需要断烦恼 你有能力降服 你有能力控制 你才会有成就